到新的立活车站我直接去酒店了 然后呢是一直在房子要自己住的 后来决定了要住在这里 这个是个朋友的家 太乱了 所以呢先来打扫卫生了 我还住在酒店 但是先要打扫卫生 手干净了 觉得还幸再会住的 看多乱了 都是长的 墙也是很长的 地上也很长的 是要摸摸 重心来看一下 现在呢是处理了一些 看看怎么样 是不是稍微好一点了 我觉得还行 可以住了 还是看得出来有点脏 但是没那么乱 这里还又可以做饭了 要搬走了 从酒店到新租的那个房子 用这个三轮车 因为是我住的地方路也特别在 已经到这边了 又打扫卫生了 把我的东西铺好了 然后其实还是损好多东西呢 比如说是我没有枕头啊 没有杯子呀 然后做饭用的有些东西没有 我没有喝的水呢 这些东西我都要准备准备 慢慢卖 我这里住的地方的附近 有好多买这些东西的 很近了 现在没有准备做饭的 也觉得没有时间 都已经两点多了 饿死了 那出去吃一点东西啊 现在都没有珍贵的吃饭 所以吃有一些零食吧 这个你看的是我们本地的汉堡 然后就吃什么杀 土豆椒啊 然后这个汉堡 吃了这些就OK了 晚上再做吧 我也好久没吃过这些东西 看这里的汉堡怎么做呢 就是里面没有肉 里面刚才炸的是 那个是土豆的东西 印度啥都有土豆 中国啥都有猪肉呢 一样的 印度的猪肉是土豆 这个点还是已经连锁的 干净的 我要注意身体啊 所以不能乱吃啊 其实你们看 肯定是觉得很降啊 它没有手套啊 然后它用的那些地方 只是有可能是降的 但是我们来说是都已经不错了 这个是一个大的牌子 连锁的牌子 所以吃零食OK 然后今天的午饭就万事了 然后再吃晚饭的事 那晚饭我决定就是去大学 因为这个房子里大学近了 我要这个房子的原因就是 这个地方是里大学很近很近的 我可以见面那个外甥啊 就这个是宿舍 大学宿舍的那个饭 盒饭 五块人民币随时吃 要吃多少都可以的 每天的菜都不一样 这个我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个宿舍 也是这些桌子 是我的外甥啊 他吃的少 我吃的多 吃的多 到了以后呢最恼心的事 这是我住的地方啊 头几天呢是六天呢 我一直在那个酒店 然后我王罗丁的酒店的价格 到了酒店以后 他说不行 这个价格我给不了 然后呢是要他两倍多的价格 要就行 没有的话呢 可以拿到可以去去找别的了 我也去找别的了 但是呢是没找到一个 这是我定王罗丁的那个价格 就是没办法 你必须要住那个地方 都已经有那么多信念啊 然后就好 那就住了 那每天大概一百块 一个月是三千块人民币啊 那就是三千块人民币是有一点多了 有点贵了 所以呢天天跑走 走住的地方 然后又去各个地方 因为是老婆来了以后呢 是要去住哥尔康 所以呢是去哥尔康看看呢 是哥尔康怎么样 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是什么样的房子 什么价格之类的 那去那边了解的时候呢 是发现了 老婆们不是现在回来的 最少是两三个月 那现在如果我要住那么大的房子 那就是不是难费钱吗 然后也不能一下子能找得到 嗯 就是稍微好一点的 因为也不太了解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才了解 所以呢是先住一个小的吧 然后自己住 住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天天走 但是呢是那边到了以后呢 是一个人的价格也不便宜 大概一千五百人民币一个月 然后什么都没有 都必须要准备好的 然后呢是也不方便 因为是地铁不方便那边 那个是古尔康不是新德里 没有车 那就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不方便 然后价格也不便宜呀 那就怎么办呢 怎么这样呢 那就我来这边 因为呢是这个离大岁很近的 有好多朋友现在也有 还有那时候去大学 就觉得自己的地方了 然后就这边我有一个 原来有一个朋友 他住在这边 但是我的电话联系 他这边有没有那个 我可以住的那个房子呀 因为我自己也来了转转一会儿 但是呢是没有人愿意给我一两个月的那个 就是为了一两个月他他们不愿意 呃长期的话呢是可以的 谁要这个 我问问那个朋友他说说我的房子还可以我知道是他有房子我目的地就是问他这个事儿能不能那个 呃我我可以住你的房子他说我正好不在 然后我说说可以我我把你的租金我会叫 就完事了他说可以但是我的房子有一点乱有一点账 你去看看吧我来了我我来过这个地方我以前住过这个房间啊几天啊但是不知道是里面他怎么样的 没那时候还行啊然后我最讨厌就是那个源头没有源头我其他都能接受都没问题的啊比酒店好 因为我我一百块一天的那个酒店也不怎么好他也涨 然后呢是我又天天打扫费上那个 后来我决定了就好几个地方可以啊一个留一个月是6500卢币啊相当是 呃就是五百块左右吧五百多一点是六百块 六百块人民币一个月 然后呢还有电费五十块那不会超过七百块 然后就住这里然后那个里大随很近吃饭的问题还有那是觉得不好啊 那些都都解决了每次这父亲都了解 那就来这个地方住一住然后就一个就是有多长时间都可以 然后就慢慢慢慢再看这哪里老婆孩子能住 然后呢就会搬过去那边都已经结编了一个多礼拜了啊 啊还没做因为还没找到何时的不是中间还有生病了吗 然后没有车去哪里都不方便了所以我觉得我先要买一台车吧 啊早晚都要买所以先来一台车再说 嗯所以现在我的生活就这样的嗯有困难 所以你们说是我黑了黑是肯定会黑的不好照顾自己的啊 啊然后说胖了我觉得是我不胖啊 啊有可能以前用的是眉土所以就给他连搜索的还有白白的 现在不怎么用眉土 家里拍的时候呢这不是暗吗 嗯这个房间没有阳光白天都是晚上 所以就就有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黑 但是我觉得没变化变化不大 没事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没办法这个我提前准备心理准备好的 这肯定会辛苦的我肯定不是跟这样一样的生活 然后啊嗯所以就就这样 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谢谢 colleg 我们下期再见